来看到高雄市议会 今天举行第一会起的闭幕典礼 而经过了总质询考验的市长韩国瑜 虽然跟民进党议员在巡达中多次发生了争论 但是他还是给议员们打了高分 也请市府团队为议员们拍拍手 不过还是有绿营的议员忍不住要亏他 属校会起疑是不是还可以见得到韩市长呢 这也让韩国瑜笑得十分尴尬 至于有人说他们议员的水准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高雄市议会的议员的水准非常的高 我们团队为我们议员来拍博一下 谢谢你们大家 那新团队会好好认真继续地来拍表 那即使我们财政再困难我们都会往前冲 汤国高雄市议会总咨询考验的市长韩国瑜 参加议会的闭幕典礼给议员打了这样的分数 但是绿营还是忍不住的亏了韩国瑜 下个会期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在这边跟你做执行 肯定有啊 肯定有啊 哇 那就不选总统了 下个会期要选总统要再讲 那也不做进行活动就专心在议事厅接受议员的执行 真的吗 这个问题让韩国瑜笑得好尴尬 因为是议会第二会期约在九月开议 总统大选投票日子在明年的一月初 韩国瑜倒是是人坐在议会背询 还是去打选战真的好难回答 不过同党的议长倒是公开力挺韩国瑜 你如果看六月初那是一个一般政兴人 我加工台湾省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就没穿你那些人受欢迎 加油啦 我跟你拍拍手啦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我们求救无门 不要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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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议会变幕前 鸟松大华丽的居民还特别赶到议会向韩国瑜陈情 希望停止兴建民间的殡葬大楼 韩国瑜也表示会了解处理 东三新闻SNG小组杨瑞明张思贤在高雄报道 来看看这是土包子大集合了 高雄市长韩国瑜六月八号要到花莲造势 北中南粉丝号召要一起搭游览车到花莲 其中土包子志工军团原本集结点有四个 包括了台中 新北 桃园 台北 但是因为韩粉们太踊跃了 所以要加开台南 现在志工团已经联络好了游览车业者 准备了50辆的游览车 让韩粉们报名搭乘 而除了22号的台中造势 现在传出了6月15号也会到云林 报名询问电话接不完 从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6月8号造势大会 前进后山花莲 由于时间上遇到端午节廉价 火车票机票几乎抢不到 土包子志工再出动 连多游览车为韩粉接驳 上午因为电话一直来 应该接了上百通有了 对对对 电话一通接一通 全是韩粉自发信号召 以一部游览车40人搭乘计算 志工团希望职守协助2000名韩粉 解决搭车到花莲问题 最多可以到50部 那我们就尽最大的能力去收 我们就全力的去做一个自发 自动自发的动员 原本全台设定集结搭车四个地点 分别是台中 新竹 桃源 台北 但报名的韩粉太踊跃 紧急在台南再新增一个集合点 其中台北集合地点在绍兴南街旁 8号凌晨2点让韩粉上车 铁定要去的 已经报名好了 早就报名了 当然是自费 不少韩粉直接上门报名 尽管六八当天也可能下雨 此中韩市长铁粉不担心 会将六一当天热情和感动带到花莲 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那我们触碰到那个大面国旗的时候 哇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好激动 现在除了有土包子志工军团 北中南五个地点以外 目前了解嘉义方面也会号召包车 宜兰方面南方澳船长包下四部游览车 蓝天志工团团长李伟华也号召近千人 前往花莲 6月8号韩国瑜大事事后 15号又到云林 22号前进台中 每周接连造势 全台各地韩粉动起来 东南新闻黄军周元杰在台北报道 而另外洪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也再度火力全开 他批评特定的平面媒体就是全台黑锅总司令部 而且还是最大支的假韩粉 原来呢 这个是有报道写着 前总统马英九在幕后替郭董操盘 对抗韩国瑜 而郭董认为说 这其实就是在分化蓝营 甚至还问说 党中央为什么可以放任这种事情发生呢 而另外在6月6号和五人小组见面的时候 郭董说他会提出抗议 而且呢会要求全程公开诉求 全台黑锅总司令部就在这里 破坏党内团结的元凶 最大支的假韩粉 这个最大恶极无中生有 郭董越说越气 拿着报纸念出自己评论 不满媒体报道写着 前总统马英九在幕后 替自己操盘对抗韩国瑜 在分化蓝营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了报 血压飙得很高 自己咽不下这口气 不想再扛黑锅 过去发起郭董可是会这样反击 他的总编辑家一定会后悔 2017年不满报道标题 写着东芝收购案洪海出局 记者会上当中撕报纸 这起码差点再度上演 如今郭董一改强硬作风 动口不动手 我不会撕这个报纸 不然又被 但是我亲自在上面标记 你们敢不敢登 就是说 这是我想 这种是莫须有的罪名 就天天在黑锅 就是黑锅的总失令 这是最大支的假寒粉 回向特定媒体 不要刻意操作 来因总统初选 似乎真的有股莫名势力 让谣言满天飞 郭董更要向党中央提出抗议 6月6号与党内五人小组见面 还要全程公开诉求 宣布参选以来主打经济牌 却被行政院长苏贞昌酸说 该多点投资 少点口水 苏院长一定要记住 选择比努力重要 他现在要做好他的选择 就这样子 不觉得说这个装睡的人 永远都叫不起 对 他摇也摇不起 那么大家没有办法 把经济搞好 就连总统蔡英文都一起批评 郭董火力全开 要替自己在兰英总统初选 杀出重围 都很希望政治中心 综合报导 就在昨天下午四点多 台北市龙山寺旁边的公车站 有一辆公车是紧急停扣 原来在车上有一名女乘客 从上车之后 就不断的在辱骂司机 连其他乘客都看不下去了 叫司机赶快报警 甚至其中有一名目击者说 自己怀里有个小孩 结果对方竟然想冲过来 还好有热心的民众帮忙挡住 才没有发生危险 公车上头乘客气冲冲 就是因为眼前这名绿衣女子 一上车后不断 辱骂司机 乘客们看不下去 想劝阻反而被嗆 干脆请司机及警察来帮忙 你滚怎么知道 你滚 叫警察 叫警察 你叫是台湾你滚的 你滚 有叫声拍 我跟你说你前面不要挡手 就怕司机失控 民众连忙劝阻 但立狱女子却越来越失态 连乘客都不放过 大家真的看傻了眼 我听你叫 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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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快越好 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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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气不过 赶紧打电话报警 其他乘客有得赶时间 只能自己下车 但立狱女子仍然做自己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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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皱眉头 等 等 嗆聲外还比手势 司机乘客都无奈 整体事件就翻在4号 下午4点多 台北市万华龙三四前的公车站 目击者把影片放上网 还指称当时自己抱着小孩 对方还想一直冲过来 直到警方到场才将女子带下车 初不理清她一次心情不好 才会情绪失控 事后司机跟乘客也不愿意提到 只是大众运输工具上 吵架闹事 耽误别人保卫时间 种种行为真的不恰当 东西线的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而这名女子同样是很失控 这个小朋友只是不小心碰到她而已 竟然就被这名妇人当场怒吼 原来新北市一对妇女 她们到超商买东西 当时呢 女童因为伸手去拿结完账的商品 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妇人 对方竟然就大声怒吼说这个女童你不要碰我 一旁的父亲忍无可忍的骂了回去 结果这名妇人当场落跑 她就连影印的三块钱都没付 一名父亲带着女儿到超商买东西 隔壁的红衣妇人突然拉高分贝 一次女童不小心碰到她 她却怒吼女童 看见年仅两岁的女儿遭陌生人怒吼 做父亲的人无可忍也飙满回去 不管是店员还是一旁的客户 客人都傻眼 妇人似乎自知理亏 直接离开超商 但口中碎念 甚至马不雅自言 第一次碰到说有人突然大吼 而且针对的对象是 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 那全部人都被吓到了 一转身突然就大吼 而且她的手差点挥到那个小女孩 只是骂人的前一分钟 她请店员影印 却不愿付三块钱 从今天这期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这名妇人就是站在这个列印机 列印了一张三块钱的黑白复印 不过她却没有走向柜台 要付钱的意思 甚至还怒吼旁边一旁的女童 随即要离开店内 所以我们就猜想说 可能她爸爸也瞒着家人 怕家人在嘴吻之下 小女孩又会回想到当时那个场景 原来这对妇女是常客 似乎也因为这一口没再到超商 而这位年约四岁的妇人 店家希望可以提醒其他超商 下回遇到她 恐怕得多加留意 董事长刚刚好 有新闻在新北市报道 好有人看到了这个影片说 这一架华航飞机 未免也太倒霉了吧 因为飞机明明是在停机坪上 竟然也会被撞到 这是在桃园机场 有一列载货的拖车 在机坪急转弯的时候 她后方载运货物的装载车 突然间脱钩了 而且就直接就冲向了 旁边华航747货机的机腹下方 虽然当时这个驾驶赶快跳车 冲下去用双手阻挡 不过当然是拦不住的 停机坪上 这列拖车急转弯 后方快递装载车 竟然瞬间脱钩 只冲一旁 华航波音747货机的机腹 拖车驾驶下傻 赶紧回转 还跳下车冲去栏 可就算用尽洪荒之力 车子还是继续前进 另一个角度 当时拖车司机 甚至跑到另一头 用肉身拦住 不过前面几节 早已经穿过机腹 飞机是非常精密的交通工具 除了看得到地方外 再看不到机腹下方 还有相当多的精密仪器 因此按照规定 任何车辆 都不能从机腹下方通过 肇事的是国际货运公司 调查报告写说 因为没有锁紧插销 加上起步时 每一照规定 试踩刹车 让装载车瞬间脱钩 冲向货机 导致机腹下方天线毁坏 最后驾驶 被吊扣机瓶 驾住两个星期 而货运公司拖车 没按照正常路线走 最高会被开罚60万元 这是非常恐怖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满载 或者是飞机没那么高 直接撞上去 或者是有什么状况 或者是毅然 那恐怖了 一般来说 波音747的离地高度 机腹到地面高度 是1.6个公尺 如果满载货物 或是加满油 在重增加下 高度会下降 要是有车从下面通过 机腹 机翼 引擎 都有危险 待机可就打掉 好在此撞歪机腹下的天线 机身没有受伤 事发当天 更换天线后 达到时航标准 货机照常出班 只延误一个多小时 不过好端端的 飞机在停机坪上 竟然被撞到 滑航还是发函要求赔偿 毕竟像这样 装载车穿越机腹 不是特机动作 而是危险动作 东三新闻正视新张一辰 在台北采访报道 飞机被撞到了天线 维修的费用当然是很高 但是即便只是 撞到机身的外皮 其实维修费也是很惊人的 专家就说 很可能在外力的撞击之下 即便说飞机上 只有一个小小的刮痕 但是都可能会影响 导致无法起飞 就是因为这蒙皮的功能 实在太重要了 我们看到 不管是承受压力啦 或是传导力量 甚至起飞拉力 全部都要靠它 摊开飞机结构图 地形车撞到的天线 就是这里 收好要花上百万 这成本高得吓人 但其实不管撞到飞机哪里 都可能要赔很大 即便只是撞到蒙皮 维修成本也可大可小 眼睛所及的飞机外形 都是飞机蒙皮 就像是机身的皮肤一样 过往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现在有的是碳纤维 讲求轻又不易腐蚀 但缺点就是难以修补 一旦外力撞击 飞机基于安全考量 就暂时不能飞 蒙皮受损影响这么大 就是因为它的功能非常多 蒙皮就是保护这个 就是这个整个里面 就是一个加压舱 就是人在里面才可以生活 它又要轻又要强 那轻和强怎么扮演呢 就是蒙皮是扮演很重要的 一个结构的角色 专家比喻就像还没开封的可乐罐 平身得承受压力 飞机起飞前后 机舱压力不同 也都得靠蒙皮调整 还要承载拳机结构 传导力量 飞行中也要承受拉力 以钛合金材质来说 多是用锚的方式 连结一块块蒙皮 但如果受损的是机翼底下 因为是一整片成型 恐怕就得整组换掉 蒙皮已经够复杂 而许多彩绘机的颜料 涂在蒙皮上 材质也得耐温耐压 并且不怕日晒雨淋 因此选材也得考究 其实不管飞机哪里受损 或轻或重 收复滴水不漏 都是精密工程 才能确保飞安 东西有何梦者 我一节新竹参观到 来看到晚间最新消息 端午节快到了 为了要感谢国军弟兄 守护家园的辛劳 高雄市长韩国瑜抽空 前往岐山陆军第八军团 慰问老军 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而来到了军营 他就说回想起 当年在陆军官校生活的日子 跟国居弟兄们闲聊 话题轻松愉快 高雄市长韩国瑜 抽空前往岐山 陆军第八军团 慰问国军弟兄 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来到军营 就让韩国瑜回忆起 当年在陆军官校生活的日子 和国军弟兄们闲话家常 当然还要请他们帮忙 支援登革热的防疫 和防救灾的工作 这一次我们有好多事情 都要拜登 像迅其的来临 和正常的气候的天灾 提向最近的 我后面的机场下面 还有化学的应用 对 当然这些 像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让自己的家园 我们自己牺牲并肩来维护好 韩国瑜坐在位置上 仔细聆听 国军弟兄们的报告 如何协助登革热的防疫 当然来的目的还不止这样 市长还特别送上 夹菜筋的红包 鼓励大家 希望双方合作 能够更加和谐 八军团 难得来一趟 八军团漏军 当然要跟大家合照一张 韩国瑜拍照气势 比照军人 雄啾啾气昂昂 虽然短暂停留 即一个小时 就前往下一个行程 但落军的心意满满满 从三星文蔡庄主 王孟婷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美国的军武不是很厉害吗 没想到他们也有最糟糕的武器 而且这第一名 可能还出乎你意料 说到了美国加快脚步 打造高端军武 从战机到航母 动辄百亿美元起跳 没有想到最近 却有不赏脸的美国媒体 从美军现役的军武当中 评显出了最糟糕的前五名 而其中的第一名 竟然就是F-35 甚至呢 原因就是因为成本不断的攀升 还有交付延迟 整个F-35的研发计划 被认为完全失控 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生活是在水面航行的 美国皆不习重本 投入大量资金 人力物力 要打造高端军武 为的就是要称霸陆海空 不过最近却有不给面子的 美国媒体评选出 美军现役武器中最糟前五名 而第一名竟然是 名震天下的F-35战机 F-35战机被美军给予厚望 还是它为21世纪的空战主力 但F-35却陆续被爆出 网络安全存有漏洞 尤其是扩造量产 成本不断攀升 又交付拖延 跟新技术应用等多重问题 计划和成本完全失控 支出恐来到美金5.1兆天价 第二名则是朱瓦特驱逐舰 它投入百亿美元 耗时二十年进行研发 但因为现有的远程火炮 每发要价一百万美元 价格凯不下人被迫喊停 截至目前都还没有适合的弹药 加上没有明确功能 发动机也频频发生问题 恐怕会影响雷达的引擎能力 这也迫使美军把原定建造 三十艘的计划 缩减至三艘 第三名的滨海战舰 专案同样也花了二十年 加三百亿美元 原定计划是要建造 快速进行的近海战舰 但最后又加了 反潜 扫雷 与水面作战等 这也使得任务彼此冲突 至今还无法交付海军 也从计划得五十五艘 删减为三十五艘 至于第四名令人大呼意外 是福特级航母 这艘离美国总统川普 赞不绝口的福特级航母 造价高达一百三十亿美元 原本预计今年夏天 就要交付海军 但升降机以及推进系统 状况不断 交付时间至少得延到十月之后 令美国海军十分头大 最后则是电磁轨道炮 它专案推行十年 自支超过五亿美元 但都只限于实验性 还没考虑到实际部署 甚至人面临技术安全等困扰 显然还无法成为新一代火炮 跟弹药的替代品 从F35载到电磁轨道炮 无疑不是结合嘴型科技 动辄百亿美元起跳 原是偶心力血之作 现在却沦为美国媒体口中 野余的对象 令人不甚唏嘘 全球的暖化让冰川加速融化 不过美国阿拉斯加州 却掀起了冰川观光风潮 大批的观光客前往冰山巡礼 有的是搭持生机 有的划船 还有人在上面骑脚踏车 甚至还可以目击 整个冰山崩落的奇景 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呢 却有阿嬷的观光客说 她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这些美景 以后她的孙女都看不到了 在冰川中骑雪上摩托车 你也可以边骑 有着大车轮的胖胎车 一边欣赏冰川的美景 而大家一起划船 朝着冰川前进 更是难得的体验 美国阿拉斯加 现在冰川观光 微微风潮 游客不断直线上升 根据冰川学期刊的 最新研究预测 随着地球暖化现象 阿拉斯加两万多个冰川 在本世纪末之前 会减少30%至50% 不少游客希望 在阿拉斯加冰川消失前 能够一睹她的风采 每天都有多架直升机往返 载着观光客到冰川一游 你可以脚踩着冰爬冰山 还能一尝最天然的冰川水 甚至幸运的话 亲眼目击冰山融化的大惊奇 小冰山在眼前混动 观光客拼命拿着手机和照相机 捕捉这难得的瞬间 目前阿拉斯加六大融化中的冰川 成为观光客的热门景点 包括出口冰川 沃兴顿冰川 门灯库尔冰川 明克冰川 斯盘赛冰川 以及鲁斯冰川 不少观光客抓紧机会 欣赏冰川美景 但也非常忧心 地球环境的急剧改变 毕竟太阳不是每天都会照常升起 在挪威著名的观光小镇游侃 位在山谷之中 虽然风光秀丽 但每年共有五个月照不到阳光 这个小镇的三千多名居民想到一个好方法 在周边山头约四百五十公尺高的地方 架了三面大镜子 当阳光照射的时候 光线就会折射到镇上 费用约台币一千八百万元 如果人们会晒晒 他们会更健康 他们会更健康 挪威的优开小镇 智慧的生存之道 和大自然及环境相处 也让当地的观光景点又多了一个不一样的古特之处 董事新闻将一期许经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六月一号 在凯道热闹事实大会 吸引了数万韩粉道场支持 不过根据苹果日报最新民调显示 韩国瑜在凯道的造势之后 他的支持度没有大幅上升 反而下滑 不过韩国瑜铁粉的人数倒是增加了 有学者分析 这种现象是外冷内热 没有吸引到年轻族群 和重视经济议题的中间选民 这对于挑战总统大卫的人来说 是很大的警讯 开道骑海飘扬 上万名韩粉士是挺韩 也应造出韩国瑜的高人气 不过六一开道造势后 能继续延续韩流风潮吗 最主要的族群就是年轻族群 还有就是大学生 学生族群没有吸引到 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整个的 我们从镜头上看了 大部分都是年纪偏高的 这个现象突显的韩国瑜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次去凯道的游行 是他的天花板 仔细观察在凯道上举行力挺韩国瑜的民众 绝大多数都是年纪稍长的铁粉 先有年轻的面孔出现 吸纳不同年龄族群的能力有待加强 根据东森新闻所做的民调 分析20到39岁 韩国瑜支持度不到两成 相较赖清德 蔡英文和柯文哲 在年轻族群支持度明显偏低 在比对苹果日报所做的调查 从5月21号到6月5号 韩国瑜在凯道造势后 不论是对上赖清德 还是总统蔡英文 甚至不增反跌 从原先最高的4成5 掉到最低的3成7 显见已有部分民众 转向支持其他候选人 不过在铁粉的支持人数上 韩国瑜在造势后 人数却大幅增多 来到78万之多 学者也分析 这种外冷内热的情况 也正是韩国瑜挑战大卫 遇到的危机 年轻族群 知识分子 然后这个经济蓝 其实我觉得他跑掉的很多 是自己的蓝赢的人 经济蓝知识蓝 学者认为 韩国瑜在经济议题诉求 不能吸引中间选民 或者经济选民 也因此挺韩的结构 出现变化 汇聚的人气 韩国瑜的铁粉 到底只是互相取暖 过散效应 还也在观察 东森新闻 附加星郑和铭 台北采访报道 而6月1号之后 韩国瑜6月8号 也要在花莲大适施 当地饭店业者 跟摊商都非常期待 有摊商说 当天会准备 比平常还多 300人份的食材 不过最先感受到 这股寒流前潮的 是当地的饭店 以及民宿业者 像是靠近韩国瑜造势厂 周边饭店订房 已经几乎全被订满了 业者很开心地说 这相较于去年的 端午节廉价 订房率是增加了 九成之多 韩国瑜和大家 相约花莲建 葬市场六旗 重划区周边 东大门夜市摊商最开心 期盼寒流带动人潮 也带动前潮 希望这一次的 这个韩粉进来的话 跟市场进来的时候 能够刺激到 我们商圈里面的店家的 一个经济能力 的一个提升再上来 这也是我们希望 所乐见的 不少摊商加紧备料 准备拼经济 六八造势 主办单位将会延续 韩国瑜的夜市特色 特别规划中山路北端 以及石兰运转喷水池 底下的福丁路 设置两个韩国瑜夜市区块 预计可以容纳 五十个韩粉摊位 这也让附近饭店的 订房率大大提升 去年订房的话 虽然是也是会满 但是呢 它的订房的效果 没有今年来的这么的快 夜市附近饭店 目前订房几乎全满 距离四点三公里 也受到外溢效应 跟去年端午节假期一比 提高至少九成 去年的话 端午节我们是六成 那在今年的部分上来讲 连续假期 所以我们将近九成 所以中间的差异 大概差了三成 目前确实来讲 订房客人在询问度 这几天因为一些效应的 电视新闻的效应 也产生一些询问度 也增高了许多 我是韩粉我爱花莲 我也是韩粉我也爱花莲 谢谢您那这些小礼物给您 韩流明显拉台住房率和订房 不少饭店也顺势推出活动 韩国瑜前进花莲 韩粉以及国瑜夜市 遗失花莲开张 花莲业者期待 也能搭上韩流发大财 东森新闻黄一鸣 胡晓恩吴书中花莲报道 今晚关键时刻 抢先预购 接下来挺韩集会 几乎是周周上演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就分析 这很可能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想要借着挺韩活动 计划将来韩国瑜出现之后 要借韩国瑜跟党中央夺权 我们明确的大概都知道是傅昆奇要的 那傅昆奇他现在在争取国民党党内 因为他被开除党籍 他想要回到国民党里面 然后代表国民党去选花莲的立委 进而攻立法院长大卫 但是国民党不给他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所以傅昆奇如果在花莲办了一个 很大的造势场 然后把韩国瑜做了很多加持 那韩国瑜当选 过了初选之后 那傅昆奇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云林也是这样 云林张家俊他 他想要选海线的立委 但是他现在碰到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叫做农天水利会的会长林文睿 张家俊不一定赢得过林文睿 那对于张家来讲的话 把韩国瑜请到云林去 我再办一个大的造势场 那韩国瑜如果出现的话 那不过水到渠成又是张家俊 所以你说这个是一二二一梦 然后减少一口 也是地方人物展现实力的机会 没有错 这一次 我看至少你在花莲跟云林 这两场来讲的话 我认为就是地方实力派人物 借着韩国瑜要跟党中央夺权 来看到这位勇敢的七年级女生 她想说到高雄跟到越南 同样都说花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所以干脆就不南漂了 她往东南漂 虽然共产国家有很大的文化差异 但是如今在越南 她的年薪可是上看200万新台币 画面中高81层楼的地标塔 它是胡志明市的新地标 越南早就不是你想象中的落后国家 现在还吸引台湾人往南漂 一头浪漫卷法配上个性皮鞋 吴怡婷才33岁 年薪14亿越南盾 相当于200万台币 从沟通就很考验 但公司一年提供16张机票 飞机航程也只要三小时 都让她觉得东南漂 不会比南漂遥远 有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 因为这边所有的当地的 local的银行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就是没有办法用很好的语言去沟通 所以我们刚好切到这个机会 那那个案子是 应该是将近200万美金 原本的证据 你查一下 我说 用一口流利英文开会 33岁流程夜的日常 还有跑遍越南南北找客户 替中小企业跟台商融资找出路 刚来的时候最明显就是点餐的时候 譬如说有时候我要跟他要冰咖啡 他就给我热了 对 或是说我们 因为有些地方他也没有英文菜单 那我们就只能看图点 贸易战后他手上也暴增到60组客户 今年才帮越南家具厂 在三个礼拜完成贷款 去年中美贸易战争之后 就是因为像我现在在平衡城工作 那边感受最明显的就是路支 比较中大型的路支来的速度跟他的规模比以前大很多 背后的台湾企业 今年也再喊出真才500人 要找更多台湾干部在东南亚开拓版图 东森财经新闻6G6的藤 越南胡志明采访报道 台湾高粱酒屡创佳机 58度高粱酒参加2019旧金山烈酒竞赛 一举拿下全球年度最佳白酒奖项 在世界舞台大方一彩 业者也推出了垂直年份酒 让民众可以品尝到不同年份的好酒滋味 外观清澈透明 风味却是醇厚浓郁 高粱酒的特色就是随着年份会有不同的变化 因此酒商特别推出垂直年份58度高粱礼盒 高酒精度数的高粱 那因为有这个酒精度做支撑 那外加制成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些高粱酒在装在瓶子里面以后 他们会持续一直都会长大 每一个年份的味道都会有变化 2015到2019五支垂直年份高粱 附上意大利定制的闻香杯 让民众能够细细品尝58度高粱的不同韵味 比较年轻的高粱酒 它喝起来比较活泼 比较奔放 一直到比较老的高粱酒 它里面就会从果香慢慢的变为 可能偏花香为主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高粱酒特有的橙酱香味 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受老涛的喜欢的 不管是新酒的活泼或是老酒的纯美 随着时间的淬炼带来各有特色的风味 也让品酒同好一次搜集高粱各种年代的美好 东森新闻陈笑语 黄醇锦销雅琪在台北采访报道 125cc电动机车又有新车亮相了 光阳推出白牌电动车和对手Gogoro 3 不约而同都走跳色设计 但是也有复古风 急速可以到72公里 甚至原本强调充电模式也改采能够及时换电 要跟Gogoro互别苗头的异味相当浓厚 87包下水舞场地 舞者就在喷水池中跳着舞 拱出主角125白牌电动机车 又有竞争对手上擂台 这一次其实也是光阳第一次释出这种白牌125的车型 所以可以看到它车头的部分其实是白色 而且是属于这种比较像盾牌的类型 不过再往后看到这种车身的部分 它其实带一点复古的味道 而且是双色的设计 首次打出重型电动机车外形走的是亮色年轻风格 但也没忘了经典款 LED方形灯瞄准年轻男性 车重105公斤 急速可达到72公里 爬坡达到15度 但有因为它目前 它们电池容量还是相对比较小容量的 虽然说它们新版电池在7月上市的新电池 会增加30% 那应该是换新电池 但是在配上这样子 相对于125动力的白改车的时候 它们的续航力到底是不是会是一个问题 一次排开光阳打出车海战 要逆袭龙头 Gogoro 六大色系的跳色电动车 Gogoro 3还有重磅科技 机车不用钥匙了 和信用卡结合一张卡轻碰移标板 就能立刻解锁 Gogoro 算是级数来到了82公里 单次换电里程有110公里 一直以来主打换电模式的Gogoro 也让光阳不再强打充电mode 而是在站点导入了换电系统 虽然说现在还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充电 但主轴会放在交换 就代表说一般的民众 对于电池交换来讲 应该是兴趣比较大的 自己在家里自己充电 毕竟还是比较麻烦 另一大厂中华e-movie也推新款 车重只有68公斤 2019年前五月 电动机车卖了四万五千两百七三台 年增育百分之九十 也让各大品牌精锐进出率先卡位 东森财经新闻 刘波系领域者台北采访不到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和国民党五人小组会面 双方针对总统初选内容与办法 来进行讨论 韩国瑜会后说明 自己说出了yes I do表达意愿 同时透露可能还是透过全民调 而至于三场的国政愿景说明会 他也都会出席 不过韩国瑜从一早开始就刻意低调 就连见面的时间地点都保密到家 而这么低调恐怕就是不希望 又被贴上忙着选总统的标签 这是一早到电台接受好龙民专访的韩国瑜 听到yes I do微笑不答 不过到了下午就不一样了 对五人小组来就问我们我个人的意愿 一样我就重申一遍 yes I do 我同意接受他们的所谓特别的办法 然后五人小组同时也告知了 一些在特别办法里面的一些规定 还有必要跟须知 还有三场国政愿景的说明会的时间 以及主题还有内容 我们充分交换了意见 韩国瑜大方谈和国民党五人小组 会面讨论初选的内容 外界虽然都知道这天国民党五人小组 要和韩国瑜会面 但从一早开始却刻意低调 保密到家的结果 最后还是被捕捉到 韩国瑜利用中午行程的空档 来到联谈会馆 来去相当匆忙 五人小组成员更像是来去阵风 从头到尾都没出现在镜头前 手机民调的部分有保密到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大概可能还是以全民调为主 那电视证线的会议会是什么 只要时间OK的话 一定会参加 国政愿景的说明会是很重要 我相信海内外的朋友都非常的关切 双方讨论内容 全由韩国瑜这一方发言 国民党五人小组 征询总统初选候选人见面会 俨然变成了一场密会 或许对韩国瑜来说 刻意低调党务和选务 才是明智之举 就怕再被贴上 忙着选总统的标签 东森新闻洪宝清 涂又成董一贤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金门县长杨振吾率团 展开为期五天的大陆访问之旅 而这次也带着金门的招牌高粱酒登陆 要跟知名的茶叶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契约 推出六款新酒瓶 仔细端详每一款酒瓶 金门县长杨振吾为期五天的大陆访问之旅 来到福建漳州 要让金门的金字招牌高粱酒 在大陆市场拼出好成绩 金酒公司与大陆布局已久的茶叶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契约 双方共同开发了六款联名新酒品 未来将透过茶叶集团 一千两百家门市同路上架销售 两大品牌联手要打造茶酒文化的新风貌 我们也非常的有信心 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能够让彼此的产品都能够更具互谱性 同时也让我们金门高粱 能够扎根在大陆的市场上 联名酒款走中高端路线 红黄原型瓶身 刻上艳丽牡丹 送礼搜藏都合适 也有透明评审 以梅兰竹菊为主题的简单高雅款 金门高粱将力拼大陆的茅台 五粮液打造成白酒界的最佳伴手礼 但是大陆夹酒横行 金门高粱也深受其苦 与同路合作一律将引刃而解 很多大陆同胞对金门高粱酒有认识 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买到真的高粱酒 除了品牌互补 利用专卖专售也能做出市场区隔 解决过去因为没有正式通路 难以拓展的酒境 金门也希望透过金酒品牌知名度 刺激两地观光互动 只要金门这两个品牌 能够为大家所认可 在金门的不管小三通的旅游 我相信都能够水涨船高 以茶代酒 身为台湾白酒品牌第一 金门高粱深耕大陆市场 又踏出新的一步 东西新闻黄军龙黄园在漳州采访报道